美食棒妈仔今天带大家去品尝莲花界的满汉全席 有夏日连拌沙拉 莲子糖醋紫排 以及口感清爽的莲蕊养生鸡汤 让人吃了直呼超满足的 每年的6月到9月是桃园观音莲花季 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莲花 还能参观美丽的向日葵花田 亲近可爱的小动物们 体验业者精心打造出来的田园休闲空间 小朋友刚好去看羊 然后在夏坑玩蛮开心的 然后等一下打算要去采花 以花卉为食材入菜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除了向日葵料理 这里还推出莲花大餐 色彩鲜艳的夏日连拌沙拉 将营养的海鲜和莲花拌做结合 搭配口感绵密的薯泥 既清爽又开胃 本身还蛮喜欢吃海鲜的 那我就这个龙虾的沙拉 然后用荷叶的包装把它包起来 看起来其实就一个很 很想把它吃下去的那种感觉 那整个吃起来的觉得 那个龙虾很新鲜 然后很鲜甜这样子 就整个口感很搭配得很不错 而莲芮养生鸡汤 是这一顿莲花大餐的重头戏 全用乌骨鸡 加入整斗的莲花和莲藕 枸杞一起蹲熬 汤头温润又清爽 鸡肉软嫩又顺口 鸡肉吃起来很嫩很香甜 而且汤头很清爽 很适合各夏天 喝起来非常的好 而且里面还有一根朵的莲花 很特别 很少到外面吃到这种乐 想要知道还有哪些美味的莲花大餐吗